大家好我是MX 今天我們鐵人賽要跟各位談一下定位的部分 定位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目前大概有五種定位 五種定位來說的話大概是 比較重要的其中三種 那比較不重要的是什麼 比較不重要大概是第一個叫Static Static其實我很少用到 我大概做了十年 有了吧大概啦我也不知道 十年的話呢其實我Static用到機會蠻少 大概只用到一次而已 其他用到的蠻多的 那再來呢另外一個比較新的東西叫Stick It 這個定位看情況去使用其實也不算是基本的定位之一 所以其實看情況用 也許你可能很多時候都用不到 所以看你專案的性質而定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各位談的是我們所謂的FIX 就是固定定位這個部分 好適不適時馬上來看一下 好那 呃今天要跟各位聊的齁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其實就是 欸為什麼我的畫面有點露現了是吧 好來馬上修正回來 好啦我們今天想要跟各位談的齁 馬上要跟各位談的是 FIX這個定位 FIX這個定位我們先來看一下檔案好了 看一下檔案 十六 HTL 好 定位的部分呢主要是 呃 如果要給他一個說明的話 定位 Position這個東西 在網頁當中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它的用途到底是什麼 其實以往我們在講 呃 CSS的時候其實有些朋友對於網頁的東西有點 呃 你會覺得CSS有點難學啦 為什麼勒 因為 好像 沒有什麼邏輯的東西可以去依循 那 可以控這東西又蠻多的 那此外他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像是Margin 會有重疊這個問題 就很多人會有問題 會有疑問就是說 What 為什麼 它會重疊在一起呢 好這東西假如你不知道沒關係 你未來就會遇到了 好 有點難過齁 那基本上大概向各位知道一下 那定位這東西你真的要去解釋的話 好 定位其實就是控制我的物件在畫面當中 它要依據誰來做對齊 或者說我要依據誰來做位置的一個排列 或 呃 定在某個位置上面 好聽起來有點虛幻對不對 呃 事實上 不會很虛幻 其實你做了幾次之後 你大概就會能夠理解我剛才所講的那段話了 所以可以先把剛才那段時間把它mark起來 好你未來可以回想一下 可以回想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講的固定定位呢 齁其實我們經常會用到 你平常用手機在上網就會看到了齁 所以適不遺跡馬上來看一下 可是目前的畫面當中啊其實 呃 我們看一下第16個 第16個 那為了節省各位的時間 為了可以節省各位的時間 所以呃 我今天想要換一下軟體 我想要換回 Supply 好 如果說 好為什麼齁 為什麼齁 有些人想說啊你還又換回來了 對對對 沒有不換回來很痛苦啊 因為每次寫酷寫的超慢的 它會卡卡的齁 所以我還是回到Supply裡面 為了節省各位看影片的時間啦齁 所以我盡量能夠快速一點的將它做完 那對各位來講也是好事嘛 是吧 好自己說啦齁 自己說 好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在我畫面當中很快速的先建構一個 欸 我要把我的網站先拉進來 好 所以拉進來之後我今天基本上會有一個 呃 側邊欄 好我看一下第16個 第16個 OK 把它關起來 好 那檢查好 OK 好直接建構出來齁 那我今天先去建構一個段落 然後加上一點點的假紋 然後接著呢 我來建構一些些的 兩個段落好了 所以我畫面當中呢 基本上應該是會有 兩個內容 兩個內容才對 重新整理一下 還會自動更新啦 我來試看看好了好不好 試看看 喔 它有更新了齁 有更新了 沒有啊沒有更新 喔有啦有更新有更新 OK好 那為什麼會更 為什麼會自動更新呢齁 這我用偷吃步啦齁 就是 我其實是用 我是用 我是用VSCode 它的Live Server 好 然後啟動之後呢 它就有Live Server了齁 所以我現在只要變更 呃我這個檔案裡面的東西呢 好 它就會自動的幫我去做更新了齁 這是偷吃步啦 偷吃步 好來 那接著我在底下去做一個DIV 並且設定它的class為AMOS 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叫AMOS AMOS這個原因是因為說 其實這個命名是非常非常的隨便 通常我在講解的時候 我會利用這種非常 呃自由的方式來讓你知道 這個class名稱是你可以自訂的 那有時候我們在做的時候 尤其對新手來說 我今天如果去自訂一個 非常明確的齁 Fix 好 Block 好 那有些英文看到 喔那麼多單字就暈了嘛 對不對 那有時候我記得我之前在demo的時候 有什麼圈圈插插 為什麼齁 就讓你知道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定 那用這種比較隨意的名稱讓你知道說 這名稱是由你自己來決定的 你可以依據你的需求來去定那個名稱 但是 但是 特別說明一下 專案的時候千萬千萬千萬不要這麼幹 對 你會搞死你自己 專案的時候我要按照真實的需求去命名 好這是專案的時候 那我們先練習的時候其實我只是demo給你看 讓你了解他的目的而已 那假如說你專案真的這麼做的時候呢 那你要小心了 那你要小心了 因為你的前輩會默默的拿起桌邊的那個磚塊 把你按下去 好 知道意思嗎 千萬千萬 小心磚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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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磚塊 小心小心命名 小心命 好不好 然後磚塊不是必備啦 好不好 那am10桌上也不是隨時都有磚塊 相信我 OK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來看一下我希望這個圈圈插插 不不不不不 把AMS 我希望AMS這個區塊 AMS這個區塊 我希望它能夠去固定在我的畫面當中 我先來制定一下這AMS這個區塊 那此外我在後面去建構一些段落 例如說我建構一個十個段落好了 裡面每個都有一個假紋 OK 那我把這個內容都建好了之後 AMS在這邊 好 來建構一下好了 好 設定一下AMS這個區塊的寬度是200 高度是100 並且設定一個背景色彩給它 我用一個淺灰色 那這樣可以看到 噢 AMS區塊在這裡 好 那 我現在如果說把它設定一個定位的時候 例如說Position Fix 好 注意看喔 當我今天設定Position Fix的時候 那麼這個區塊會直接怎麼樣呢 它會直接在你的 呃 位置當中 把空間抽掉 也就是說它自己會獨立一層 會獨立一層 事實上可以講很久啦 我先盡量 盡量壓在半小時裡面講完 所以這東西基本上它會直接抽出來 自己獨立一層 有點像Foreshop的圖層一樣的概念 所以就去看一下 欸 出來了 好 那我把它設定一下 我給它做一個半透明 讓你們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 的確蓋在上面喔 那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說 當我設定成Fix之後 我沒有去設定上下左右的距離的時候 好 沒有設定上下左右的定位的時候 它會停留在原來的位置 但是現在其實看不太出來 好 我去把底下段落多做一些啦 我給它乘以 我給它 30個段落好了 30個段落 那這樣應該頁面是夠長的 有捲軸了對不對 當我現在捲動的時候 請你注意看 我的東西會繼續保留在原來的位置 也就是原來 這一個DIV 距離視窗頂端 多遠 它就是多遠 發現了嗎 好 那這個時候請你回想一下 你在什麼時候會看到這樣的東西 就是我們最討厭的蓋盤廣告 好 手機經常都有蓋盤廣告 一蓋就蓋全部 除非你把它關掉 不會很難滑 好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我們經常生活當中都會看到 都會厭惡的東西 好 但是千萬不要厭惡蓋盤廣告啦 因為基本上你看東西都沒有 你都沒有付錢嘛 沒有付錢你這些平台要怎麼去生活呢 所以它需要有廣告來支持他們的營運 好 所以千萬不要用我們的觀點去看網站這件事情 OK 好 那這樣了解了之後呢 了解了之後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好 稍微來看一下 好 其實我們的FIX它會有幾個特性 好 第一個就是它從資料當中抽離 好 一旦設定成FIX之後它從資料當中抽離 自己獨立一層 好 自己獨立一層 所以它會蓋住其他東西 第二個 第二個 好 它你還沒有設定上 右下 左四個距離的時候 那它會做什麼事情呢 它會定在你原來 物件距離視窗頂端 以及距離視窗左側 預設的位置 好 就在你原本資料的位置 那當我今天設定了上右下左的時候呢 來注意看一下 我今天如果設定了一個上方為0 Top0 它就會距離我視窗的頂端為0 好 那這時候當我捲動的時候 它永遠固定在那邊 這個時候 你經常在網站的什麼地方看到它呢 選單 導覽列 logo 或頁尾 或固定的廣告 或 選到下方的時候會出現一個什麼 back to top 回到最上方 所以fix的應用非常非常多 到處都可以看到了 到處都可以看到 好 那重點來了 重點它到底是在做什麼 它其實就是定位嘛 定位定在哪裡 它是依據視窗來去做定位的 所以它永遠固定在視窗的位置當中 當你捲動的時候 它還是會在視窗範圍內 永遠固定在視窗範圍內 這樣應該很清楚了吧 永遠固定在視窗範圍內 所以當我畫面往下捲的時候 我的視窗範圍永遠在這邊 它永遠固定在視窗範圍的 這個 這個區域當中 那我可以設定一個right0 它就固定在右側 ok 那除了right0 我也可以設定button0 button0 好 就是下方為0 所以像這種很常見嘛 欸 被蓋住了對不對 好吧 那就算了 欸 很隨意齁 好啦 改left0 給你看一下 left0 然後button0 好 這樣應該就看得到啦 有吧 左下角 這很常看到 好 所以基本上原理就這麼簡單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會搭配一下 嗯 我們談到的 這個 蓋板廣告有什麼 蓋板廣告不是蓋在整個畫面當中嗎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來做一下好了 我們來叫各位做壞事 做壞事 蓋板廣告 好來 做個400像素 大概是這麼大 然後接著呢 我去設定 隨直置中的一個簡單的做法 我可以設定一個top0跟button0 接著設定一個marginauto之後 它就可以置中啦 那水平置中怎麼辦 left0 好 這個 right0 OK 好 那接著 整個蓋板廣告就出來了 好 那我把它的半透明拿掉 半透明拿掉 注解掉 這就是我們常見的蓋板廣告 但是 如果說你要希望說 當我今天上面出現一個XX能夠把它關掉的話 我們還是需要搭配程式來運作啦 不然的話 嗯 用純CSS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不建議 我們還是希望用程式來處理 會比較好 那目前基本上這東西我們就很常見 那我們就最後做一個簡單的demo好了 就是做一個 嗯 什麼事情呢 做一個導覽列好了 選單 好 所以 這邊我直接再另存一個 好 另存一個 16-1 好 這很簡單的demo讓各位可以看到 不然我們時間越來越拉越長 越拉越長 16-1 好 那 這個東西我不要了 那裡面東西也不要了 統統砍掉 欸 好長喔 好 快速齁 來 我們今天可能用一個導覽列用 用NAV來做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的超連結 每個超連結裡面都帶一個假的內容 所以叫做LINK 然後我要給他來一個6個 我這邊講得很快 因為我們要趕時間齁 好 那做好了之後呢 接著底下這邊 我希望他有很多的段落 例如說乘以30個段落好了 裡面每個都有一個假紋 然後這樣就做好啦 30個段落有卷軸 好 那接著呢我的CSS來處理一下 所以我今天可能在NAV這個地方呢 我要設定一下背景色彩 我希望他是一個深色的 好 寫完了一個深色的 那可我們需要有一個reset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加一個LINK 幫我們之前reset做好的reset拿來使用 所以reset.css 好 那我們畫面當中應該就會符合我們所要的 全部靠起邊邊 好 那接著呢 我來設定一下 NAV裡面的超連結呢 我們來設定一下 NAV裡面的超連結 大概我希望他每個文字都會是一個所謂的白色 好 那希望他都不要有文字的底線 所以text decoration num 就拿掉了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都算是基本的CSS 所以之前我們在有講到說 CSS如何學啦 你的筆記要怎麼去做啦 那個地方就麻煩各位要持之以久的 當你現在卡住問題的時候就去查 查到之後就直接筆記下去 OK 好那接著我們來設定一下 我希望我的文字可以置中 所以TESLAINE Center 然後接著我們來處理一下 我希望這每個超連結呢 我希望他都有一些間距啦 高度稍微拉一下 我給他設定成inlight block 設定一下pading上下為10左右為20 好這樣就拉出來了 像這樣的情況就可以出來 那我真的沒有做logo啦 就快速demo 快速demo 那這邊我會發現一個問題 很嚴重的問題 先讓各位看一下 當這時候你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 我的選單是不是蓋住我的內文啦 加個半透明給各位看 去哪裡了 Opacity 看得到嗎 哦 還沒做定位 sorry 來做一下定位 PositionFix 然後 欸 它是不是就卡住了 對不對 跟我們的內文卡在一起了 那待會我們要來修正它 好那此外 當你說Fix的話 寬度不會百分之百 我們來處理一下 寬度百分之百 好 那接著我們把半透明稍微加深一點點 像這樣 OK 好確定它是卡住了 確定它是卡住了 OK 好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在body這個地方 好Body這個地方 Body 設定一個 Pading Top 好設定一個 嗯 我這高度是多少 目測 大概有 50左右 那我抓個70好了 那不要黏到 OK 然後我希望我的Netbar Fix的時候可以對齊到上方 跟左側0的位置 好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你覺得這邊的空 這空間太大的話 你可以稍微再縮小一點也可以 例如說來個60啦 好可能看起來還好一點點 那我們這樣在調整的時候 咦 就還滿OK的 OK 那此外一般我們在排版的時候 也不會排這麼多的段落 因為這麼多段落其實不太好看 所以多數的情況 我們還是會將這些段落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還是會把它放在一個什麼 放在一個DIV裡面 那這個DIV呢 可能會叫做Container 好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針對這個Container 去做一些設定 好那 來注意看喔 P這些東西通通放在Container裡面 要注意喔 要注意喔 所以我們來快速的製作完 我們今天的 填賽 就搞定啦 Container 好設定一下 我希望它的寬度最大最大 先來設定個100像素好了 100% sorry 那我希望它最大 Max Width 最大最大 不要超過960 OK 那這邊其實都是為了demo方便 讓各位知道說我可以這樣去做啦 再來我希望它能夠置中對齊 所以Margin Auto 好了 寫完了 收工 大概就是我們網頁像這樣子 好那至於裡面的段落間距啊 非常非常的小不好看 這都是因為reset的關係 那就看各位如何去調整啦 這個東西 視覺的部分我們就先暫時不講 因為 呃 美術嘛 你要講的話非常非常的長 那目前大概是這樣 算了 我還是無法接受啊 我們來簡單處理一下好了 這樣黏在一起真的看得受不了 受不了 所以 好了 有強迫症 簡單來至少設定一個 21m好了 21m 好 至少有點距離啦 你至少看得出來就好了 好不好 那Light High自己也處理一下 Light High給它做個1.5倍的航高 好 搞定 至於標題 各位自己加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 今天的鐵人賽 大概就讓各位知道一下 Position Fix 的一個特性 那我們運用其實非常多啦 剛已經舉了好幾個例子了 那麼各位趕快去練習看看 那如果喜歡的影片喜歡這段說明的話 那各位可以按一下底下的訂閱 記得加按小鈴鐺 那小鈴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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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 好啦隨便啦齁 自己看懂就好了 在訂閱的旁邊有個小鈴鐺 這樣我影片上傳你才可以馬上收到通知 那我每個禮拜二或禮拜五晚上會有直播 好看情況啦齁 如果是沒有課程的話 我基本上直播正常 好如果有課程的話可能就 往後延 OK 好禮拜二或禮拜四 欸 sorry 禮拜二或禮拜五 好那如果你覺得 喜歡的影片對你來講有幫助的話 好也歡迎donate一下 好下面有很多donate的方式 OK 好感謝各位支持 那我們今天鐵人賽到這邊囉 OK 那大家趕快去練習看看吧 拜拜